接下來就是現在課本畫的電動機的樣子 它畫成這樣子中間有所謂的線圈 然後呢有MS 然後呢一樣有電池通電然後它就會轉動 這樣的基本上你只要用我們的安培右手定則 你就知道它會怎麼轉 看到電流是這樣進去所以你知道電流是這樣子流 那用我們的安培右手就去比一下 你就發現右邊是N左邊是S N跟N要互相的排斥就把它趕走 所以四十鐘轉 轉四分之一圈以後變這樣 看著這個導線的電流方向是這樣子流 你有辦法看出來這樣流嗎 順著它再流過去這樣這樣子流 然後比一個安培右手 所以就發現左邊是N 然後NS要互相吸引就吸過去 四十鐘轉 四十鐘轉 再轉四分之一圈 再轉四分之一圈 那麼一樣看著電流是這樣子流 比安培右手 右邊是N左邊是S N跟N要互相排斥趕走 四十鐘轉 再轉四分之一圈 電流應該要這樣子流 比安培右手 左邊是N右邊是S N跟S要互相吸吸過去 四十鐘轉 這樣子根據你的安培右手 你就能夠知道它會四十鐘轉 還是第一十鐘轉 同名級會相視 一名級會相吸 這有一個情況你看不出來該怎麼轉 平的時候 平的時候你就不知道它應該是 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四十鐘還是第一十鐘 事實上平的時候是沒有電的 你看那個半圓形的極電環 如果打平的話 它是沒有碰到極電環的 是沒有電的 所以它實際上是沒有作用的 那為什麼它會轉 慣性 慣性衝過去 慣性衝過去的關係 所以這樣就可以知道它會如何的轉動 OK 這裡就有一個圖示 好圖示 然後你看它的電流是這樣子流 然後注意它轉半圈 你看它那個藍色的部分 轉了半圈之後電流方向就怎樣 相反 會反過來 每一轉半圈電流方向就會換過來一次 換過來一次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維持它的轉動 是一樣的 你看它N然後是吸過來變成S就趕走 OK 你看它左邊原來現在是N 然後呢 轉過來 然後吸過來 然後變 趕走變S 所以每一板半圈 半一次 然後維持它一定的轉動 然後就可以一直轉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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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就是 轉的方式 那這是王健老師做的動畫 那這是王健老師做的動畫 那麼 還要告訴你有個線圈 然後呢 這就是所謂的安培右手定摺 你可以知道哪一邊N哪一邊S 然後呢 這樣子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轉過來就吸住了 就再也不會動了 再也就不會動了 所以你不能這樣做 就是這樣子有一個電刷 有一個極電環 讓它的方向有機會可以換過來 然後這樣可以繼續的作用 然後呢 我們把電池裝起來 電刷裝起來 然後呢 讓它轉動 這樣轉 一個電池轉來比較慢 比較可以看得出來 它中間有一個平的地方 它告訴你用慣性衝過去的 看慣性衝過去 因為 平的時候是沒有碰到 極電環的 沒有電的 所以是用慣性衝過去 用慣性衝過去 那如果你裝兩個電池 那你就轉 就會快一點 就會變得比較快 因為電流比較大的關係 OK 然後實際上做的時候 是這樣做的 我們國中不扯到大小沒有計算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就知道 剛才這樣轉 它的推動力是忽大忽小的 沒有 很大 然後又沒有 然後又很大 又沒有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做馬達 也是會這樣子 蹦 蹦 蹦 不可能讓它們動 所以它至少要放三個 然後 這個大的時候 那個小 這個小的時候那個大 把它補回來 你才會有一個均勻的出力 它會轉得很一樣 轉得一樣快 之類的 所以實際上做是這樣子做的 實際上做是這樣子 這圖是這樣的圖 不會只有一個 當然我們考卷上只會有一個啦 因為我們只要你懂得原理原則就好了 而且我們國中不扯到任何形式的計算 沒有大小的問題 只有方向的問題 所以讓你知道可以了 好 請問你 第一個 要叫什麼名字 它叫啥名字 這個我們剛才講過了 只是問名字而已 很簡單 只是問它叫啥名字 來 六號 六號 電刷 電刷請坐 這個名字叫做電刷 來請你看看講 也有圖 這裡有圖 請你它會順時鐘轉還是逆時鐘轉 請問你它會順時鐘轉還是逆時鐘轉 就考試又問這個 它會怎麼轉 它會順時鐘轉 逆時鐘轉 三二 順時鐘轉 請坐 它會順時鐘轉動 為什麼順時鐘轉 看一個電線 看一個電線 電流應該這樣子流 然後 比安培右手 右邊是N 左邊是S N跟N要互相怎樣 排斥 趕走 這什麼時鐘 順時鐘 順時鐘轉 所以它就順時鐘轉 OK 請問你這次用背的就好了 剛剛跟你講了 它多久會換一次 多久會換一次 十二號 十二號 半圈 請坐 剛剛跟你講它每半圈換電流方向一次 請問你這裡誰有馬達 這也是個蠢問題 這個是個蠢問題 來 二十五 沒有二十五 差一點三四 全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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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有喔 你說一下 全部 通通都有 通電匯轉的就有馬達 通電匯轉的就有馬達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練習 比較重要就是你要看出來它會怎麼轉 比較重要就是你要看出來它會怎麼轉 然後速度中轉還是硬直中轉 這是比較重要的 可以嗎 可以很好 請寫課要練習